新北市跟桃園警方 联手破获了一起 北部最大的借车集团 其中被逮的这名黄姓嫌犯 真的是前科累累 他之前逃亡的时候 还两度抛下女朋友自己逃命 而这一名负心汉 被警方围捕的时候 鼠西部中了一枪 险些伤及要害 你这样攻击警方 还让自己受伤值得吗 来 上车 上车 还会痛吗 又是点头 又是摇头 子弹打到鼠西部伤的伤口 让嫌犯痛的说不出话 不过当初前科累累的黄姓嫌犯 可是鬼鬼祟祟的 躲在大楼的围墙内 直到园警陆续赶到翻墙围捕 嫌犯还拿起铁本机当武器 林园他是以左手架挡 然后用手表挡住 那个铁本机的攻击 那林园他右手在持枪 朝黄姓嫌犯的腿部射击一枪 连被攻击的园警都说真的很幸运 因为如果被打到铁钉挂彩 不过这名嫌犯可可没这么幸运了 扭打过程自己也被本机打到 最后左腿上还挨了一枪 警方发现黄姓嫌犯 原本就是窃盗毒品通气犯 之前和女友这对亡命鸳鸯逃亡时 曾经两度抛下女友逃跑 这一次成为借车集团的一员 专偷国产车的音响和引擎 步伐获利高达1500万 不过还是被警方给带个正着